台北年貨大街 开张第一天就已经涌入了满满人潮 大道城这边还设置了应景的龙年装置 吸引民众拿着手机抢拍 想说第一天然后会比较少人 然后今天礼拜五嘛 对 然后大家都在上班 对 然后大家都在上班 所以想说人还是很多 对 就人还是很多 现场写春联的摊位也很吸睛 除了最经典的龙年造型 还可以客制化春联 照着客人提供的照片 将心爱的宠物画得微妙微笑 今天画客人的狗狗 去年我画老鼠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这一种 因为平常都是春年的 比较多 可是今年这个感觉就是它比较特别 大壶草莓 艾文芒果做成果干 苹果干 金枣干 酸酸甜甜的大受欢迎 民众试吃一口接着一口 不过今年部分年货悄悄涨价 像是虾米 从去年的一斤450元 涨到500元 螺肉产量少 也从190元涨到280元 涨了大约五成 坚果和糖果平均也贵了一到两成 糖果全部涨价了 花生也是涨价 涨得好高 我们还比较早一点 螺肉的话可能是因为 那个近几年 韩国那边海域的产量减少 所以那个成本有提升特别的多 之前因为这边观光的关系 人潮有开始变多 不过这样子明显看起来 至少有增加三到四成左右 除了原物料成本提升 再加上缺工 基本薪资调涨 民众想要备妥年货 荷包可得 打十血 欢迎新闻庄品达邱子玲 台北报道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 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